关于甲公章的问题 在民法典里面没有提到 但是民法典里实际上 我们隐藏在什么地方 隐藏在这个代理里面 但是在九民纪要里面 他就提到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甲公章到底怎么 重点的看上去是什么 是现在我们看的 有一个思路叫什么 叫认人不认章 就是我们过去 很多人就说 我盖个章 有章 认章不认人 这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要认人 当然是最好的情况是 认人又认章 但是现实生活中 因为现在这个 怎么说呢 做假的技术也非常的高 你说我做个甲公章 我不是银行的专业人员 我也没有这些比对的工具 我怎么能来判断 你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呢 对不对 你要让我来这个 注意这个东西 那可能对我来说呢 就加大了我的这个责任了 所以我可能就很难保证 我的这个商业交易的 这个这个这个安全性 再一个呢 就会增加很多的交易成本 所以呢 九民纪要的 他就讲到了 如果是法定代表人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些公司 他明明自己有真章 他不用 他专门刻一个假的 然后等到这个事情 发生以后违约了 他回头说 说我那章是假的 啊 那么九民纪要就明确了 如果你是有授权的 你是法定代表人 或者你是授权的 这个呃 委托人啊 授权的这个这个代理人 你即使这个章是假的 你只要是签了字 你在上面盖的章呢 那么我们仍然认为 它是具有法律效率的 这是一个问题 那还有一些 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他没有 那我们能不能 试用这个表现代理呢 那么这时候就要看看 就要试用 依照表现代理的 这个条件 是不是符合 如果他是符合 表现代理的 那我们也可以 认为他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说 他没有代理权 他也不是表现代理 他就拿了一个假公章 来给你盖了 你作为你的相对人 你没有认识审查 你没有进到审查的义务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能够说 让人家这个 公章被冒用的 这个单位承担责任